恭喜你啊 品德奖 加油哦 知道吗 好孩子 1050名各族学生起居买了甲词记进诗堂 参与一年一度奖助学金颁奖礼 奖下分别顺有品德奖 校地奖 学业进步奖 学业成绩优异奖 以及品学兼优奖 奖下分别顺有品德奖 学业成绩优异奖 我能够赢得到的 慈记默默耕耘教育志业 获得马勒甲教育界肯定 不分原流 不分种族的去帮助这些学生 能够没有后顾之忧的去学习 这个是我特别感动的地方 甚至有一个这样好的理念 要住建一个幸福的校园 我想这个是在促进我们的整个社会 以及国家团结方面 已经有很大的影响了 奖助学金不只是提供经济援助 也透过评估小册子的实践项目 培养学生正确观念 它会让我比较好 我能够认识的时间 现在的时间 你能够得到这个助学金 就是代表你的品行是很好 品行好的人大家都会尊重你 你们两个刚才看到人也不会叫 你在玩这吧 现在是他要准备要叫我说 慈激志工安排话剧演出 受助学生分享 摘堂舞台设置竹筒回娘家环节 是要向学生穿搭人际礼仪及回馈精神 有些家庭比我还要更贫穷 还要更需要钱 所以我会把一半的钱捡出去 是因为我希望有些人需要得到帮助 待新闻买了贾众和报导